来看到福州的迈阿密海滩 在当地时间周六中午 发生有一起直升机的坠毁事件 当时有一架直升机是快速的扑上海滩 但是海边还有上百名游客 而且还有一堆民众在做日光月 还好是直升机在最后一秒直接落海 只有飞机上面的两个人受伤 而目前警方也在调查整起事件的原因 感谢观看